大家好 欢迎来到远传同学院 我是董之道 我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自动驾驶 给整车环节带来的变化 这节课我们主要聚焦在零部件环节 看看零部件又有了哪些增量的机会 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说过 新年车的上半场是电动化 下半场则是智能化 而在上半场的电动化中 景气度最高的零部件则是以 电池 电机 电控为代表的色线系统 它们的高景气度 一方面是由于三电是完全的增长市场 另一方面也是极致中度的快速抬升 我们以电信企业为例 4年多的时间里 电信企业的数量从2016年的148家 变为2020年的63家 实现了一个腰斩 企业数量大幅减少 行业又是快速扩张 因此这些细分零部件行业 在能够保持一个交好的盈利能力 看完了上半场的电动化 我们再来看看下半场 以自动驾驶为代表的智能化 在自动化阶段 最受关注的零部件 自然是那些能够帮车辆实现 自动化的产品 我们会按照第一节的体系 从感知层的激光雷达入手 再说到决策层的芯片 至于执行层的线控制动 因为篇幅有限 我们会留到直播中和大家分享 实际上从2021年开始 激光雷达才逐渐成为了 自动驾驶的标配 那这件装备为什么会突然火起来呢 我们先从它的优势说起 常规的辅助驾驶系统 仅需要摄像头即可 捕捉必要的信息 但摄像头感知的信息 都是二维的图像 后续还需要依赖算法 把二维转化成三维 而雷达方案 最大好处就是 感知的信息都是三维的 并且可以探索距离更远 也更适合夜间开车 所以激光雷达 更多是对摄像头的补充 以便更容易实现L3级别以上的自动驾驶 既然激光雷达这么有用 那为什么特斯拉却要选择器用呢 主要原因就是价格 在马斯克的带领下 特斯拉一直以来的使命就是成为丰田 因此为了成为量产之王 特斯拉在成本上可谓资助比较 而激光雷达高昂的成本 自然让马斯克望而却步 我们以海外激光雷达厂商为例 其64线数的产品仅高达8万美金 足足顶得上两辆Mod3 当然特斯拉也有勇气拿掉雷达方案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它的自身算法够强 芯片算力够高 而很多厂商并不具备 特斯拉这么强的一个软硬实力 他们更愿意用多感知方案 来补足安全冗余 并且激光雷达的技术迭代很快 未来还有很大的这样的空间 那么激光雷达一共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光源 扫描部件 以及看测器 而目前主流的分类方法 是按照扫描部件来划分的 主要包括机械式 半固台 以及固台这三种 目前大部分厂商采取的 还是机械式的产品 但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 会逐渐从机械式变为半固台 再变成固台 而产品的价格 也会实现一个大幅的下降 随着价格的下降 激光雷达会被安在更多的车厂 这对于整车厂商来说 是否有必要自演激光雷达 我们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长期来看 各大车企在自动驾驶上的差别 主要集中在决策层面 而非感知层 这就像一个人 能力的高价 更多是由思维决定的 而非它的势力 那么感知层面的输入 是一项更容易被标准化的技术 所以不会给车企带来额外的竞争力 因此对于车企来说 如果采购量够大的话 通过入股或者战略合作的方式 获得优惠价格 或许要比自演是一个更好的方案了 既然车企不太会选择自演切入赛道 那就给了 研制激光雷达企业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 那么既然自动驾驶的核心竞争力 在于决策层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决策层面的芯片 在说芯片环节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个概念 分别是算力和算法 我们把计算器当做人 简单来类比一下 算力就是指一个人的智商高低 而算法则更像有一个思维方式 说完了基础概念 我们就来看一下芯片 这里所说的芯片是指系统级 以及大家常说的SOC 而2021年缺芯潮 缺的更多是MCU 也就是微控制单元 所以这两个概念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或许是特斯拉的示范效益太强了 那么在2020年 很多厂商都宣布了 自研自动驾驶芯片的一个计划 2020年4月 丰田和电砖公司合作 5月北汽和英国芯片设计公司 Imagination设立合资公司 10月吉利和ARM成立的 芯片设计公司的新型科技 那么再加上国内的造车新势力 未来小鹏理想等等 各大厂商的自研芯片这条路上 可谓是努力的很多 那么究竟为什么车厂要自研芯片呢 除了降低成本 保证供应链安全之外 我们认为还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 自研芯片的携带速度 相比第三方厂商来说也更快 第三方芯片厂商从发布产品 到出样品再到量产 一般要经历5年时间 我们以英伟达的Atlan为例 虽然早在2021年5月就发布了 但是出样品 肯定要等到2024年 量产更是要等到2025年 因此车厂现在装的芯片方案 肯定不是行业性能最强的 那么等到真的量产完成 实现批量装车的时候 同行可能又会提供更好的选择 那么第二个理由 就是我们在第二节课的时候提到的 软一键分离会导致性能无法的最大化 所以从性能上来说 软一键高度偶合是个更好的方案 那么最后一个理由就是 车厂做芯片 可能比第三方厂商要省钱的多 这次拉的自研芯片 只有100多个员工 地平线则是500人以上 英伟达更多 据说Zawei的团队就超过了2000人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工具链 第三方的芯片团队 需要把产品做得更加的通用化 这就需要大批的人手去制作工具链 但是特斯拉的芯片只是自用 就不需要在软件上过度苛求了 既然这么多厂商都选择自研 那第三方芯片厂商又该怎么应对呢 答案就是软一键捷偶 选择少数几家车企进行一个深度绑定 对大多数车企只卖芯片 我们先想象一下手机领域 对于手机而言 相同的芯片搭在不同的手机上 功效差异的极大 这也意味着厂商必须拥有 深度适配的能力 对于定制化需求更高的车厂 也更是如此 如果由芯片厂商提供深度适配 那么一家芯片厂商 需要面对数家车企 数十款车型 这个适配难度 就要比特斯拉高得多了 要知道特斯拉 只需要适配几款主力车型即可 并且第三方芯片厂商 和车企之间的反馈 肯定不如特斯拉内部这么顺畅 所以对于大多数的客户 芯片厂商只是提供芯片 和简单的开源算法 具体的优化 还需要靠车厂来完成 但汽车的未来 一定是软一体化的 所以芯片厂商 也得绑定自己的战略同盟 就像小米和高通一样 而这个苗层也已经出现了 那就是英伟达和奔驰 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 这个合作对奔驰而言 是排他的 也就是说奔驰 不再采用其他芯片厂商的芯片 因此 英伟达一定会提供 某些优惠来巩固同盟 例如和别的厂商的合作深度 不能够超过奔驰等等 最后我们来做下本节课的总结 新能源车上半场 电动化的核心零部件是三电 而到了智能化阶段 核心就变成了那些 帮助车厂完成智能化的零部件 具体来说 感知层有机关雷达 角色层有芯片和算法 执行层有线控制动 对于机关雷达来说 最主要的优势是在于 可以和视觉方案的形成互补 较为简单的形成L3以上的自动驾驶 机关雷达大趋势 就是随着集成化程度的提高 从机械式变成变固态 再变为固态 这个趋势会使得机关雷达的单价 大幅下降 实现装机 但是机关雷达这个品类 类似标品 它的核心在于感知算法 而并非硬件上的好坏 所以车企不太会选择自研切入这个赛道 那么说到芯片 那么车厂出于自己的野心 会选择在自研芯片这条路上放手一搏 对于第三张芯片厂商来说 他们会选择软硬件捷偶 提供更多的选择来给车厂 让他们自己选择 恭喜你完成了本节课的学习 本节课我们提到芯片时 讲述了很多软件算法的逻辑 对于机体的部分 我们将会放在下节课 算法中和大家进行分享 谢谢